明明是台北市松山區地方大事開幕典禮 不过现场议员只有国民党 秦桧一位民进党的全都看不到人意 短期吧 他们还没提名之前 他们当然要先避讳一下 这也是台湾政治的一个很大 两极对立嘛 就蓝绿你知道 这个不是朋友都全部要变成敌人 其实我倒觉得应该倒过来 应该说不是敌人就是朋友 对于和绿营的尴尬关系 柯P似乎认为只是短期受印 拼连任市长寻求盟友脚步可没提 因为六月份亲民党议员将和五党级参选人 组成台北监督连线 柯P渴望再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同台 是否双方谈妥了结盟关系 实际上我们是朋友要多敌人要少 我知道他们最近好像有个联合的造势活动 你有受邀 会老会去的 因为其实老宋我大概一两个月 都会跟他讲话嘛 所以本来的关系就很好 布置组织站要有柯家军 竞选经费也是难题 柯文哲自己出主意 要拿房子抵押贷款两千万 却因此惹得太太不开心 陈佩琪和他冷战三天 没有 解决的 解决的 这个当然会解决 三天后他气笑了他就会帮忙 布置太太就连柯妈都担心 毕竟两千万不是小数目 玄机补助款每票三十块钱 倘若柯文哲拿下七十万票 等于选后可以收回两千一百万 打完选举不至于负债累累 不论经费还是拉拢各方合作 柯文哲积极布局 算盘打得金 三类新闻 风鸣 文燃鸡 特别的道